世界各地的中医同道 大家好 我是唐铁军 感谢本次诸委会的邀请 今天我在这里汇报的题目是 英国常见癌前病变的中医诊治 癌症目前在全球范围内 是一个增多的趋势 英国的癌症研究中心的统计 英国每年新增的癌症患者病例 有37.5万例 英国每年大概有16.7万癌症患者死亡 世界的癌症基金研究会的报告也宣称 在2020年全球确诊的癌症的病例 为18个million 18 million就是1800万 1810万 那么从这个图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逐年在增多 这是英国的新的癌症的病例 中国和英国在癌症的患病的这个 总类来说有很大差别 这边这个图呢显示的是中国2024年 就是今年的一个数据统计 排在最前面的是肺癌 然后呢是直解肠癌 然后是假装腺癌 而英国呢是前列腺癌 乳腺癌和肺癌 总的来说差别很大 一些英国的常见的癌症 在中国是少见而易 而在这个中国的很常见的癌症 在英国呢相对少 所有这些癌症呢 大多数都不是突然一天发生的 都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之前呢有一个癌前病变 所以我们要警惕这些癌症病变 因为癌症这么多癌症 它的愈后是各有差异 有的癌症呢 愈后还好 不是太差 那么比方说啊 乳腺癌甲专腺癌前列腺癌啊 五年生存率还是蛮高的 但是有些癌症呢 就啊像一腺癌啊 肝癌 愈后很差 所以对这些癌症 一旦确诊 无论中医和西医 恐怕经常是无力回天 因此呢 我们要在癌前病变这个阶段 终止啊 这种癌症的发展 所以呢 我们啊今天呢 就要谈中药 可以逆转或阻断 癌前病变的发展 预防重于治疗 我们看第一个癌前病变 就是 乳腺不典型争生 到乳腺癌 这样一个阶段 乳腺的不典型争生 有多种 有导管内的乳头壮瘤 啊 囊性的乳腺争生 这些都被认为是 乳腺癌的 癌症病变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呢 也是 良性的 到了这个时候 就已经有了不典型争生 随着它进一步的发展 一直到 癌变 中医对本病的认识呢 乳腺呢 是肝经所过 乳腺增生 是由于 它的病因病激 多数由于肝气 瘀解 气机不畅 瘀血内停 痰湿主治 导致 补防解解 并胀痛 我们治疗的原则呢 是疏肝 行气 去痰 化瘀 这个是本病的治疗的一个主要原则 我们可以看到啊 肝经不两斜 它是 过乳房 因此呢 肝气瘀解 是它一个病机关键 中药的治疗呢 我们 采用 疏肝瘀器 活血化瘀 化痰散解 另外呢 加一些 抗癌 防癌的 一些中药 分别呢 疏肝瘀器 我们用 柴虎啊 香腹瓦 青皮 尘皮 树心花 活血化瘀呢 用 赤勺 桃儿 红花 三棱鹅猪 化痰散解 我们可以用 折贝母 挖楼 半下 抗癌呢 用半支莲 和百花蛇蛇草 有实验研究表明 中药 黄芪 人参 茯苓 彩虎 等 都可以通过 叫 PI3K 和 AKT MTOR 还有 MAPK 还有 这个 WNT Beta Active 等途径 来调解 基因相关 蛋白的表达 抑制 三因性 乳腺氧吸泡的 生长 争执 迁移 侵息 和转移 那么 这个文章呢 是英文发表的 就是今天发表的 前不久 有兴趣的 大家可以看 所以这个 研究了 中药 对于三因性乳腺 癌的心肪 增生 它是有作用的 它是有 它的有作用激励 也做了很深入的探讨 那么 具体呢 这个图 可以看一下 它用了 黄旗解毒汤 羊和汤 桂枝 弗林丸 和鲁延宁 这些夫方 单位药 有黄旗 防止 鸭蛋子 然后通过 这样一些的途径 调解细胞 周期 促进细胞 凋亡 抑制 细胞的 转移 诱导 细胞的 质食 逆转 细胞的 抵抗 来抑制 这样的乳腺癌 第二个 癌情病变呢 就是 HPV感染 道子 公颈癌 HPV就是 人 鲁头状病毒 最常见的一个 性传播病毒 医生每年 大约可以 诊出 大约 1300万新病例 这是非常大的 一个数字 而90%的 公颈癌呢 是由HPV 引起的 HPV有 13种亚型属于 高位类型 那么 西医呢 没有专门治疗 HPV的药物 只能依靠 自身的免疫力 来治愈 那么多数感染 也可以在 两年内 治愈 但是 有一些 患者 可能 最终 就会 患上 公颈癌 那么 HPV 对人体的危害呢 不止 公颈癌 从这个图里 看到 阴道癌 口咽部的癌症 还有阴静癌 肛门周围的癌症 都和HPV感染有关 中医呢 对本病的认识 中医认为 病因多因脾虚 湿热内生 邪热 邪毒和湿热内解所致 治疗呢 是 肩脾去湿 清热解毒 用寺庙汤 来治疗 HPV 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寺庙汤 这个汤方呢 就是 我们知道 黄柏苍珠 叫二妙散 再加两位 一个是 活血的 穿牛喜 一个是 去尸的 蚁人 这就 组成了一个寺庙汤 那么寺庙 这叫HPV 感染 有这样一个研究 就是 中药对抗HPV的 作用机制 可能是通过 调解细胞凋亡 病毒基因转路 与翻译 细胞信号传导的通路 以及免疫功能 而发挥作用 这个文章呢 是 也就是17年 2017年发表的 第三一个 解肠洗肉 到解肠癌 这样一个过渡 很多的解肠癌 是由 吸肉而发展而来的 限流性洗肉 的癌变的可能性 较高 限流性洗肉的 体积的增大 生长速度 也随之加快 总的癌变率 可以有达到 10%到20% 西医呢 往往采用 内静下的 电瓶切除素 治疗 但是呢 复发率很高 很多洗肉 就像 长得很快 像割酒菜一样 切掉一批 又有新的复发 所以这是一个 西医治疗 解肠洗肉 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图就可以看到啊 如何从正常的解肠念膜 逐渐发展为洗肉 说洗肉如何长大 最后呢 从这里啊 就变成了癌了 变成这个 一个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如何在这个阶段啊 中间呢 就终止它 甚至向逆转它 就可以防止它 转化为解肠癌 中医对本病的认识 是大肠洗肉 认为是 湿热 痰灼 瘀血 蕴结 与大肠 治疗原则是 健脾益气 轻湿热 化痰 散瘀 我常用的中药呢 就是健脾 益康丸 健脾 益康丸 治疗 肠洗肉 这个也就是 我在90年代 89年到92年 我做研究生阶段 就是研究的课题 就是这个健脾 益康丸 也就是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 这个 补皮 异常丸 那么这个方呢 它有内层 外层 双层结构 外层呢 是这些 通过胃吸收药 这些 这些药 那么内层呢 是通过 常吸收的这些药 内外双层 这样一个工艺 当年呢 还在80年代 获了一个 很多奖了 军队的奖 和地方的奖 这是关于 不皮异常丸的 现代研究 时间关系呢 就不详细讲了 曾经在其他的一个 德国的一个会议上 专门就 第四一个呢 慢性萎缩性胃炎 像胃癌的 这样发展的一个 癌前病变 慢性胃痛的患者 胃镜检查是必要 那么胃镜检查的活检结果 如果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就要引起重视啊 我们知道 胃镜出来可以是 千秒胃炎 可以是萎缩胃炎 可以是迷烂胃炎 如果是萎缩胃炎 就要重视 如果这个萎缩胃炎 伴有不典型蒸生 和肠上皮化生 就说明 它的胃癌的风险 更高 五到十年的 埃编率是 百分之三到五 十年以上的 埃编率 为百分之十 我们这个图呢 就看到啊 正常的胃镜膜 慢性胃炎 胃镜膜是这样的 萎缩性胃炎 就是这样 半肠上皮化生 就是这样 最后导致胃炎 那么中医对 萎缩性胃炎 它的辩证分形呢 认为是 肝胃气质 脾胃虚弱 胃音不足 瘀血内足 主要就四个类型 肝胃气质 我们采用疏肝解瘀 采用疏肝散散加减 另外一个呢 健脾合胃 用黄芪健中汤加减 胃音不足呢 我们采用益胃糖加减 瘀血内足呢 用单身饮来加减 具体的这个药呢 成分呢 我就不在这里讲 都是很常用的方 那么现代研究 对于治疗慢性胃炎的激励 有很多研究 中药 治疗慢性胃炎 它通过有这么多途径 具体呢 就是清除幽门漏感菌 抗炎作用 免疫调节 调节未粘膜的细胞增殖 调节细胞凋亡和窒失 尤其是后面这两个 它就具有防癌的防止 这个癌前病变的 治疗癌前病变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个文章呢 是原文都是发在 2023年 去年发的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 第五个呢 就是肺结解 像肺癌的 转化 肺结解呢 最近这些年呢 有争夺的趋势 由于新冠疫情以后 很多病人的肺 经历了这样一个新冠 这样一个考验 新冠过去了 但是呢 在体检的过程当中 检出了很多肺结解 绝大多数的肺结解 不是癌性的结解 但是有3%到4的小的结解 可以发展为肺癌 所以非典型性 现流性增生 是癌前病变 结解越大 风险就越高 没有任何西药 可以治疗肺结解 较大的 那么西医就采取手术 但是有的还没有那么大 手术呢 以后呢 还有 再次出现新的结解 所以跟那个肠血肉差不多 肠血肉还可以通过内镜 把它切除 这个肺的手术 就更复杂一些 要开胸 所以说 很难办 治疗也是有他们的 这个技术的地方 中医对本病的认识 肺结解 主要的病基就是 虚痰 瘀 治疗原则呢 是 补脾润肺 化痰解读 散于通落 补脾一肺 我常用的方式 黄旗党身 五爪龙 那么五爪龙是 我的老师邓老 最常用的 中药 补气 化痰止咳 效果都很好 那么化痰止咳呢 可以用半下 前壶 泽贝母和瓜楼 清热解读呢 可以用半枝莲 白花蛇蛇草 鱼心草 那么半枝莲和白花蛇蛇草 本身就有抗癌作用 活血化鱼呢 可以用三期和单身 有一个现代的研究 是2022年发表的 那么他是探讨了千斤伟净汤 通过一些途径 能够发挥抗癌作用 哪些途径呢 一个是抑制肺细胞 肺癌细胞的增殖 诱导肺癌细胞的 雕王 增强肺癌患者的 集体面力 是千斤伟净汤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千斤伟净汤 孙思苗的 他的 治疗费用的方 这是千斤伟净汤 然后通过 这一系列的途径 达到 抗癌的作用 其中很有 关键一环的就叫 EGFR 就学学版那批生长因子 这个在我的 这个博士课题里面 就做了这个 那么通过 使用蛋白质主学的方法 研究千斤伟净汤 对肺癌细胞的影响 该方能够抑制肺癌细胞 增殖病 诱导细胞凋亡 该方治疗后 鉴定了 104种差异蛋白表达 其中45种蛋白上调 59种蛋白下调 研究表明 该方在体内和体外 都具有抗癌作用 并且这些作用 是通过调节肿瘤的 相关蛋白的表达来接到 很有意思 所以孙思苗看到这个研究 他一定很高兴 第六个 叫肝硬化 像肝癌的发展 肝硬化是肝癌的 爱情病变 我们 很多年以前就认识到了 肝炎肝硬化肝癌是三部曲 一步一步加重 中国早些年的肝癌患者 是最多的 大约有10%到30%的 已肝患者 在5到10年内发展为肝硬化 又有5%到10%的肝硬化患者 在5到10年内发展为肝癌 因此肝硬化是肝癌的先造 B毒性肝炎在英国比较少见 比中国少得多 但是酒精性的肝硬化 是肝癌的危险因素 多酗酒的很多 所以这就是正常的肝 变成脂肪肝 Betty Lever 然后就肝显胃化 然后最后肝硬化 最后变成肝癌 一步一步就这样 中医认为肝硬化的主要病基 是邪毒内寝或饮食失节 导致肝石疏泻血失调 瘀血内阻导致积菌 就是这个包块 气质水瓶导致鼓障 补水 包括一般的肝皮肿大 治疗呢 如果是邪内脏痛 我会用柴胡青皮串链子 折尸子 邓老喜欢用黄皮液 黄皮树叶 治疗这个肝炎 黄胆呢 那当然就是阴沉大黄知识 如果是阳黄 这样的做 经常耗汤 腹水呢 可以用腹铃择蟹 大腹皮 竹铃 五菱散 这些来加进 腹部包块呢 用三楞鹅竹 单身 郁金姜黄 那么 来治疗 如果在国内 可以用动物药 龟板 龟板 别甲 一定要用 对于有癌症倾向的 加半肢联和白化石 舌草 这是一个来自于台湾的一项回顾性的队列研究 他们统计了十二万七千多名肝癌的患者 其中三万零九百九十二例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六 使用过中医中药治疗 和没有使用中药治疗的相比 那么使用中药治疗的患者的死亡风险显著降低 用的什么中药呢 大多数用的就是加味逍遥散和财户输干汤 所以认为这是改善生存的有效的中药 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个研究 下面就是结论 癌症早期的诊断和治疗是关键 重视癌前病变的治疗 可以减缓或阻止细胞的癌变 中医药对于癌前病变的治疗具有优势 中药的作用基底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 积极治疗癌前病变可减少患癌的风险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